這支個股推介是比亞迪1211 《經濟日報》投資業說 早選擇原因是比亞迪無巨行業價格 之毛利率逆轉逆勢上升 上半年的毛利率增加4.8% 升到18.3% 帶動中期盈利增長大約兩倍 去到近110億人民幣 符合7月份中的營起預告 公司業績之後獲得大行唱好 高盛認為比亞迪控制成本表現良好 又說比亞迪開始進軍海外市場 憑積出色的產品 預計海外市場會成為增長動力 帶和維持對比亞迪全年290萬架 新能源車銷量的預測 並且預計到年底 每月的銷量會達到30萬架 成為股價的重要趨化劑 公司上半年海外銷量7萬4千架 大行都看好了比亞迪海外的發展 預計2023至2025年 比亞迪海外市場的銷量 會分別達到20萬、40萬和60萬架 比亞迪沈迷股價升8.5.6% 收補237.8元 策略上有貨的話繼續可以持有 目標先看8月中的下跌列口上方 大約250元區 突破預料上市8月初高位280元區 未有貨的話可以等候230元給納 回吐的話 昔而守住近日的低位214.6元 作詞 從旅程中的構成 確通了 ears 推進好 世界毎朝 攝影地 しか是 從旅程中的 弓箱